所以 向隆灣有叫做海上桂林 1969座的島嶼深在島上 所以我們坐船 有人說龍龍的坐船才會昏船 這算來海 向隆灣有什麼叫一個灣 灣就是海裡面叫來海 不應 外內海沒有風浪 所以我們坐的船很平穩 很平穩 不會海來海去 不應 你去看的時候你就知道 那我們明天 明天整天幾乎整天都在海上 包含我們一堆中島也在海上 一堆在吃飯 吃粗糙 所以明天的整天都是在海上 剛才說到1969座的島嶼 1969座 他在1999數年的時候 1994年的時候 列入聯合國自然文化基金 自然的遺產裡面 你看到一個標誌 像那三角形的民生的標誌 不是我們的手那些標誌 這個標誌是經過聯合國認證 這要投票 你要立在九天 是全世界的認證 自然文化遺產 什麼意思 你說什麼 這代表說 這個地方經過認證了以後 你不可以黑白去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包含 打仗的時候 修正的時候 你也不可以說這個地方就對了 就是要自然保護遺址 所以夏龍灣在1994年的時候 列入世界聯合國自然遺產文化保護組織 所以人家又叫做 它都叫夏龍灣這個地方叫做 世界八大奇景 包含我們中國的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 有去過北京嗎 有去過 沒關係 沒有去過的地方包含幾年 我們今年十月二、三、五辦一到幾年 因為幾年的標誌就聽完了 到時候北京這個地方 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還叫小騎士來辦一個北京 北京可以走五天 也可以走八天 五天、八天都可以走 八天的位置包含它的天津 北京、天津 很好的一個地方 人家有說過 沒有去過北京 不知道你的官做到大小 不知道你的官是做得多大多小 北京看官 看官頭 就是你的職位 上海就看人頭 蘇州看丫頭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稍微去北京 到廈隆灣的時候 因為我們今天進來的時候 以前進來的 他們坐車四點八斤 可能差不多安身四點半 四點四點半的時候 我們到飯店 先到飯店 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坐車真的有夠挑戰 因為越漂亮的地方 坐車越久 我第一道去九斋垢的時候 我從成都 往北走七個小時的時間 七個小時的時間 坐車不停 七點鐘的時間 才能到達九斋垢 那時候三樓五百 這段路是比較好 中國會經過冒陷 就是那個汶川大地震那個地方 那真的可憐 中國台中真的太厲害了 你知道嗎 汶川大地震 我們台灣是一個小林村 小林村沒有他 沒有的時候 一兩百的吧 應該是啦 沒有的時候 一兩百的小林村 大馬下下的小林村 你剛才汶川大地震 那個冒陷那裡 那是整個地 多少人 你說什麼 這樣 三十 三十萬人 恐怖 真的差不多 三十萬人 應該是米龍 美龍也不知道 說有三十萬人 應該大條也沒有 三十萬人 說沒有就沒有 那個汶川 你去看的時候 因為他那裡 他就是那麼一條路 然後兩邊都是高山 兩邊都是高山 那麼整個都不見了 然後現在過去的話 也是會經過那邊 然後他那邊有些房子 就是不正修 就像說我們如果 你們如果台灣旅遊的話 你可以擺一個去霧峰那邊 那邊有一個921地震館 那邊有一個哈浩 哈浩 好些哈浩 就折一些